怎么把卧室的灯关掉了 展示礼物的必要条件之一 原来今天的惊喜 还没有结束 然后呢 还需要什么准备 先坐在椅子上 笨蛋 我分辨得尽为止 不过就这样牵着我过去吧 现在可以了 想给我看是吗 靠到我手腕上的是什么 心跳感应手环 接下来呢 可以按照脉搏变换闪烁频率的节奏灯 不得不说 的确是很有你个人风格的礼物 当然是夸赞 一起试试看效果 可以 你倒是怎么尝试 虽然知道某些人恐怕是故意这么说的 不过很巧 今天见面前 我也在想你 好了 知道是真心话 嘴不用绝那么高 嗯 好像是有变化 但不算明显 接下来呢 打算怎么办 就这么直接坐上来 某人倒是很会偷懒 不过看起来 的确行之有效 自靠近一点 头发没干 当然会往下滴水 不需要顺着擦乱 先继续 先继续吧 可以当下再处理 既然想看到更明显的心跳变化 那就再抱紧一点 或者 我有个更好的方法 既然是送给我的礼物 我当然可以决定用途 只肯定用途 只肯定用途 我一个人的心跳 不够客观 现在 该轮到某人了 也并不是想表现出来的那么犹人犹豫 是不是因为被吓了一跳 很快就能知道 不过 我没有从头开始的打算 犯规 我不这么认为 前面的几步试探都经历过了 没必要浪费时间 过去现在的效果很明显 默认可以继续遂应 毕竟她的反应 比你坦诚得多 而且 我也不急 继续陪你检验下去 现在才承认 未免太晚了点 我应该告诉过某人 如果谈判当场 取决了对方 开出的筹码 之后就不要再改变主意 否则对方拿捏住你的底线 就只会 变本加厉 我相信某人今天过后 我会记住 而且 会记得很冷 身上会被弄尸也没关系 我说过 我说过 冬夏可以一起处理 或者现在 就换个让你的这些后顾之忧 都站不住脚的地方 就会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